大家好 今天小妹分享如何从Adobe官网下载Photoshop2024试用版 如果你是Photoshop用户 一定要及时升级 因为Photoshop2024的功能更新已经无法用以言表达了 先来看三个逆填新功能 第一个新功能 生成式填充 使用选区工具选中需要修改的部分 点击生成 看看效果 没有一点被处理过的痕迹 再来试一个 除了擦除 还可以使用文字描述修改图片上的元素 将草原上的房子换成一匹狼 第二个新功能 生成式扩展 如果一张图片有很多空白部分 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加持的生成式扩展进行填充 第三个新功能 移除工具更加智能 注意此处的花瓣 轻轻松松就可以移除 接下来进入正题 如何从Adobe官方申请Photoshop 2024正式版的试用 申请通过的用户还可以通过邮箱邀请10个名额进行试用 小妹在试用的过程中申请了多个账号 如果大家申请不成功 回复信息并留下您的邮箱 名额有限 先到先得 首先注册一个Outlook邮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按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非常感谢 红色的敏行 因为最终于 并射能多舍 稳于 推介曲 可是公分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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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不丹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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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不不 la 总质 实际可以 进入Adobe官网 点击FreeTrial链接 选择Business 选中Creative Cloud All Apps选框 点击右下角的Continue按钮 输入Outlook的邮箱地址 其他信息可以任意填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处输入一个密码用来创建Adobe账号 选择出生年月 点击Create Count按钮 进行机器人验证 进入邮箱查收验证码 如果看到的是当前页面显示的内容 说明Photoshop 2024适用版申请成功了 此时点击Get Your Team Setup 链接可以邀请10个用户进行试用 只需要输入被邀请者的邮箱即可 但是如果收到的是这个页面 说明适用申请没通过 可以重新注册一个Outlook邮箱进行尝试 回复信息并留下您的邮箱 这里一定要说明 数量有限 如果您留下邮箱之后 没有收到邀请 说明名额已经用完 下载安装程序 点击安装程序进行安装 点击继续按钮 安装过程 跳出网页进行账号验证 如果您的账号已经退出 重新登录即可 点击开始安装按钮 安装过程会持续一段时间 等待安装完成即可 如果视频对您有所帮助 一定给小妹一键三连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